南方方面對民進黨的主席蔡政府 在南條無沙民主民普洛發表創造談法 蔡政府表示,在工作的執政 主要為代表政府和民主民副市地 要為合適的檢討民主民的土地政策 希望為了政府讓民主民最為維持朋友關係 民進黨總統曾經在蔡英文白鳳南條無沙 向公義影響蒙納入土 團統人工業是我們的同胞資金 原住民也希望蔡英文做的真實 露出版提本原住民露出次的警示 台灣需要真實的原住民的支持 所以該還給原住民的土地就要還回來 拜託原住民普洛發表創造的 蔡英文強調原住民本單位在台灣的主義 不過把人來修道無公平的態度和筆記 喊拜期盟提準從原住民粹 透過文化存生存審法防止的技術 聽聽共盤管和原住民粹政策 還說這正為代表政府將原住民批示利益 民主進步黨承諾一旦重新執政 也將由總統代表政府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 執政者曾經對原住民族施行的傷害難以撫平 但透過反省 檢討與承擔錯誤 原住民族的未來與台灣的未來將會更不同 蔡英文和警察鋪製出 原住民提出好出入審法照顧後 入圈其他會出群首長台馬 不透過文化政策 可以多為原住民的營養文化團審法防止 香港民進黨重新作爭 以言聲聽說外團原住民參與討論 提出真實對原住民後衛政策 下一個請問總和報道